Hello,大家好,我是凯奇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和凯奇一起做战术 那首先我们还是来检查一张照片 这个应该不算是一张照片了 是一张钱 那么你知道这个钱上的这名骑手是谁吗 给大家一个提示 被称为铁的骑手 那么如果你知道他是谁的话 更进一步,高阶玩家 你知道这张钱是哪个国家的钱吗 这张2000块钱的纸币是哪个国家的钱呢 好,那你可以把这个答案放到我们的聊天版 那么我们的申请下方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做我们的战术 上次是做到了1700分 那么看一看我们今天能做到多少分 开始 后到第四 对方把后放到这儿 不知道干什么 好,那么不管他 我们现在是轮到这个白棋走 白棋现在 这个马B6 第一眼你看着可以吃 难道有诈 好像也没啥诈 那就直接吃掉 对吧 不惯着他 直接吃了 对了 耶 OK,我们现在已经做了100道题了 在这个账号当中 好,没有那么多吧 好,后F5 我们继续 然后来看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走什么 后车向对后车马 那对方的马在第四很讨厌 我非常想把他赶走 那C4 马死了 我们C4他的马死了 因为他的马 所有的能走的格子都被我们子力控制住 B5呢,我们就白吃一个 下一个 向吃一四 吃了再说 车一四肯定没错 然后现在的话 对方的王有问题 我们只要简单的车一二进去将军 对方的王就会要倒霉了 对方王记一 然后现在在这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后吃C3 把后调整过去 只要后接近对方的王肯定有了 但是我们后C3或者是后一七 要走哪一个呢 我觉得应该是后C3吧 因为后一七好像 暂时也没看到有什么七 准备后一四 简单看一下 后吃C3 对方车到F2也走不了 所以后吃C3 没错 车F2车一一了 对方丢后了 然后后吃 下一个 那么对方第一吃掉我们 我们马一五的话 就是一个机双 后继一可以将 看看要不要先走马一五 还是要先走后继一呢 肯定先走马一五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后吃一六 然后在这的时候你可以马第三 但是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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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着急 先走后继三 然后这个第三马 all yours all yours 这个都是你的了 然后后吃第三 还是马吃第三呢 后吃第三 后吃第三更好 王一五 然后后C3 把车抽了 对 下一个 第四 那就连将杀了 马F1双将不电子 双将必动王 他只能走王 然后后H2 转进去后F1 后H1杀王 下一个 后到F1 别忘了 我们这有个像 这有个像 所以在这要走什么呢 那简单冲B5 先将他 王击二 然后后到C2 然后吃 然后再吃掉 杀王 下一个 1799 后吃 后吃 后离家太远了 虽然我们少了一个车 但是他的后离家太远 帮不上忙 所以后第七 卡住对方的生命线 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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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 C3断住他 下步后继 七 绝杀 那他只能气后 壮士断腕 但是我们多子了 那这个不用看 直接像吃 然后G4 HG或者是像吃 两种找法 需要我们看一看 如果要是HG 如果像吃 没区别 对我来说 感觉都没区别 像吃HG都赢了 难道有诈 看一看 像吃 C8 像C8 F5 我怎么感觉都是迎气呢 OK HG应该是更好吧 因为毕竟不要形成变兵 虽然这个H1格 生变格是白格 但是你如果像吃的话 对方可能会构筑一个 构筑一个Fortress 对方可能往G3 往H4不停地走 如果我们 冰池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 所以冰池是对的 然后那他全给我们 我们就全吃掉 这个电脑就会 一没齐了开始送子 后G6 又是一个连强杀 车A1车A7 吃 然后车A7杀王 1800 下一个车C1 后吃呢 白给啊 我觉得你在逗我 我觉得你在逗我 后C1不是白吃吗 你也没有任何的闪将 我觉得你在逗我 跟车在说 像G4 那我这个棋后吃F1也可以啊 后走开也可以啊 后吃F1还是不要走的啊 因为毕竟没有必要嘛 现在多子了 多半子 后到C8吧 车回来守住就赢了 然后吃掉 一个棋 下一个 短一位 后G7 岂不要杀你的王 后G3 马一二 后G7王F2 对啊 王F2后 后G2也赢了 抽后了 下一个 马到E5 这个我觉得你又在逗我 马14 这一坨子 看上去对方都在进攻 但是马14一吃你丢子了 向E7 我们可以先走马C3的 多吃一个 然后再吃B8 下一个 马10C4 后G7将军王到E8 后G7肯定是要走的 没有其他选择 然后一将 然后吃H8就行了 然后你现在可以吃这 也可以继续选择攻王 肯定不吃了 后G7后G8杀完了 下一个 车到G7抠我的兵 你这个棋真是搞笑 你为啥不将我呢 所以chess.com的题 有的时候它这个招法并不是很合理 但是从做题的角度上来说 还是没问题的 车G7吃这 那我们后H1后F2后一将 它又输了 你又输了 因为先后H1将 再后F3将 它的王退不到H2 走到这的话 然后后G4杀完了 下一个 马10G3 那你的后是不是要被抓死了 车A7的话后跑了 车B8后A6车B6 它后被抓死了 下一个 H5 车A2哈哈 开玩笑 像在这 肯定不能走 所以后G1 将军王H3 后再将王G4跑 怎么办呢 有没有人觉得我的音乐还挺好听 后G1 王H3 下F2 下F2 F3 我们有 后H1 马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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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G3 杀王 下一个 F3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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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到C5 只有这个是将军 哦 sorry 下H2也是将军 下H2但不像啊 王H2后一将 也可以 看一看 像C5 王F1 下H2 兽 allocation 需要一点点 小计算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要做什么 向C 48秒了 我觉得向C5应该更合理 王F1 马第二 像H2王H2我只看到了长江 因为我没看到直接能杀王的变化 对向C5 然后马到第二 虽然不能够直接杀死对方的王 但是你可以多指 他的后太远了 马第二 车吃第二 车第一后第四 对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后太远了 后第四就赢了 吃了那我就多像了 下部还是和F2绝杀 1980 马F4 继续来看 那我马F4一吃你咋办 后吃F4马D3了 这个有点太简单了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马吃人家向B5 马吃人家向B5 将军要看一下 要看一下 别慌嘛 要慌嘛 马吃向吃 没事啊 吃向B5向D7 对向D7向A4向A4了 对没事 后吃F4马D3 那他现在我不能马D3 但是我可以吃B5 吃回来了 1993 有没有看视频的同学是1993年出生的 然后 马到A6 王B7 车C7 王A8 这样死了 然后王B7车B8 耶 2000分啦 那么祝贺我自己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咯 好 今天就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